大家好,我是Ada 今天跟大家看看这盆花的 这盆花已经买回来一个月了 那我今天给它浇水的时候 发现它的花瓣有水质的痕迹 那应该这个花是有 这个芝麻摇的 那我走近看呢 还看到它的花瓣上面有一些小黑虫 就是在那边爬 很小的很像芝麻一样比芝麻还小 要拿那个大镜头来 光照来照它才能够看到的 那我觉得呢 这个为什么没有芝麻呢 是应该来自这个香花 我这颗香花呢 也是因为可能打折的 那它打折呢 一般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花 那你看到那个花瓣有一个角 就是证明呢 它可能有 曾经有芝麻摇过的 所以很确定 所以很确定应该是这个香花 带回来的 而且它也有香味呢 就很容易惹到那个 芝麻的 虫子 虫子很喜欢闻香味的嘛 所以呢 就是讲 买回来的打折花呢 一定要 就是隔离开 不要跟 不要跟自己家里的那个花 一起放 要隔离它 那现在我这颗花呢 就变成 也惹到 芝麻了 所以现在呢 就是要 就是要抓干净 或者要 要隔离它们两个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